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冠肺炎疫情 形势严峻 这对于普通民众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口罩的紧缺 所谓一罩难求 口罩似乎成为市场上的硬通货了 据内媒体报道 在了解到医用口罩严重紧缺的现象之后 86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文育梅 立即建议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以及卫健委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的专家 与科研人员进行一项安全快捷 再生一次性医学口罩的实验研究 从1月31号开始 团队通过业余机日的努力 仅用7天就完成了这项实验研究 这项实验证实 使用后的一次性医学口罩 以家用保鲜袋包裹 家用电热吹风处理30分钟之后 可以再次使用 这并不影响其原有的过滤结收效果 而且可以消灭污染性的病毒 据了解在病毒实验中 科研人员用活流感病毒 模拟冠状病毒 在安全实验室内将细胞培养的 病毒定量后滴在口罩上 人工造成污染 经过用烘箱或电热吹风处理之后 再取口罩表面的病毒进行细胞培养 观察病毒引起的细胞病变 以及定量检验病毒核酸 据悉 这是有关口罩再生研究中 联合了病毒学与环境卫生学的 跨学科实验研究探索 文玉梅院士表示 希望相关实验数据 能够解决民用口罩的紧缺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此外 她也特别地叮嘱说 在非常时期 民间可以采取这一简单的技术 但是并不适用于其他时期或者是医用的单位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作 他强调 当前疫情形势十分的严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的贯彻 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 以更坚定的信心 更顽强的意志 更果断的措施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坚决把疫情扩散 蔓延的势头遏制住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习近平首先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安征街道安华里社区 了解基层一线疫情联防联控情况 在社区居民委员会 疫情防控指挥部 习近平听取了当地社区开展 联防联控情况介绍 习近平对社区采取多项措施 落实防控责任等做法表示肯定 他强调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 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 全国都要充分发挥 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 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又指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把社区居民发动起来 构筑其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中文字幕提供 习近平又来到收治了 北京市第一例确诊病例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毯医院 习近平在运行监控中心 通过监控画面 查看患者住院诊疗的情况 并视频连线正在病房值班的医务人员 鼓励他们继续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并叮嘱他们做好自我防护 信心百倍的打好这一场 足迹战 总体战 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 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 一定会胜利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超长春节假期结束 内地大多数地区10号 其迎来了复工和复产 杭州市所有的快递企业 也全面复工 并确保满足群众基本生活 以及抗疫物资运输绿色通道的畅通 另外 中国商务部 在10号印发通知称 将积极地帮助外资企业 有序地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大力地支持 外资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商务部的通知表示 要加强外资大项目服务保障 密切跟踪再谈外资大项目进展 及时了解外商决策进展 加大沟通力度 积极促成投资合作 推动项目尽早签约落地 并称要聚焦疫情 对各类外资企业的不同影响 分类失策 一起一策 会同相关部门采取精准帮扶措施 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在广州 全市的公共交通服务 将会从10号开始 逐步恢复日常运营 自首班车企 公交夜班线路 商务专线恢复运营 水上巴士原停航的四条线路 逐步恢复运营 根据复工复产后客流变化情况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计电车 水上巴士将逐步增加 缩短发班时间 城市六区公共交通的发班间隔 调整到30到60分钟 地铁线路每班间隔调整到约10分钟 在浙江 从10号开始 省内企业可分类分批次复工复产 有地方的复工防控服务专班 在9号早上进入企业体检 重点对企业疫情防控方案 员工健康信息记录进行核验 有地方服务专班 针对人员不足 防疫物资采购难等问题 对首批43家复工企业 进行现场帮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确实是一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如果确切地说 进行全民的投入的抗战或阻击战 应该是在整整20天之前 也就是春节前的几天 1月19号 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发出重要指示 说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止疫情的蔓延势头 之后到23号武汉封城 那么应该说这20天来 一浪接一浪 这个疫情应该说越来越严峻 最近这两天 据有专家说出现拐点 但是也没有最后的 很肯定的一种判断 那么这场战争 它的敌人不仅仅是新冠肺炎病毒 实际上它的影响面是相当之大 它应该说对于整个的 不管是武汉 湖北 还是整个咱们的中国 甚至周边的国家 都是一次综合性的一种挑战和考验 那么应该说 如果在1月19号之前的那一个月 这个有关方面 如果能够及早的 能够把这个病毒呢 能够控制在一定的一个范围内 那就不至于成为一场全面的战争 所以说呢 这是一次 不仅仅是对专家 对这个医疗系统的一种考验 当然呢 主要是对咱们这个国家的 这个卫生防疫系统的一个 相当严峻的挑战 我记得两年之前呢 还有报道说 很自豪地说 中国已经建立了最先进的 传染病防疫系统 24小时之内就能够从下到上 上报 下令 传达 然后进行控制 那么这次呢 却出现了这样一种严重的教训 现在呢 这个如果说现在打赢这场战争 那就不仅仅是专家的问题了 还有政府的问题 还有全民如何起来协同一致 来联合起来 协同作战 同时呢也要依靠 国际社会的帮助 这个今天呢 卫健委的发言人已经表示 说中国政府呢 是欢迎美国的专家参加 世卫组织和中国联合的专家调查组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在此一段 此前一段时间的大家知道 美国到底能不能派专家来 美国是不是给予了帮助 美国大使馆说 他们给了17.5万能的帮助 那么中国有关方面呢 开始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 美国和中国呢 确实有很多矛盾 也有人甚至把美国的 有些做法呢 说是亡我之心不死 在这个时候呢 我想呢 这是一种全人类面对的挑战 不要 心怀不满可以 但不要恶与伤人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什么叫政治安全 我觉得最大的政治安全 就是民生安全 就是人民的健康安全 人民健康 社会稳定 政治就会安全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继解放军星期天派出 多架舰机 舰船和飞机 在台湾周边 执行针对性的实战科目演练 台湾媒体星期一 援引消息人士 再称 当天又有多架解放军的战机 几乎寻日前的路线 从西南海域穿越巴士海峡 台媒报道称 上午约十点多 有多架解放军战机 出现在西南方空域 不少航空迷在无线电中 听见台军战管人员 对解放军战机喊话 也有航空迷目睹台战机 紧急升空 而在9号 解放军战机也经巴士海峡 执行远海长航训练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10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近来不断发表 具有两国论含义的分裂言论 摆出加大连岸对抗的姿态 加紧策划台美勾连新动作 借机谋独 公然进行危险的挑衅 解放军有关行动 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 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 休息一会儿 再会到纵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吕宁思 英国政府9号表示 计划在年底之前 设立最多10个自由港 并且希望在明年正式的投入运营 英国政府接下来将发起 为期10个星期的资讯 海运 空运和铁路港口 都可以参与竞标 英国政府9号表示 英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宣布最多10个脱欧后自由港的位置 如此一来 他们就可以在2021年开始运营 今年1月底 英国脱离欧盟后 几十年来首度制定了自己的贸易政策 与此同时 英国政府启动了为期10周的磋商 列出了英国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的计划 一旦协商完成 海运 空运和铁路港口 将能够竞标自由港地位 英国政府表示正考虑采取税收措施 旨在增加对自由港基础设施 建筑和机械的投资 以提高生产率 政府还表示 可能会利用税收变化 来降低自由港工厂雇佣工人的成本 在自由港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经济领域之前 可用于试验海关 运输和环保技术 但一些贸易专家则表示 自由港的净效益是有限的 它们往往只是重新分配 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月31号 英国终于实现了 它们的脱欧世纪的 世纪计划 那么在此之后 它就将脱离欧盟成为一个单独的 一个自由经济体 它作为几百年来 在全球以前是自由贸易竞争 最强大的一个帝国 到今天再次地 想重复地再造英国梦 会不会实现 那么它也先从自由贸易开放港口开始 所以它现在就准备在明年之前 先竞标 确定十个贸易自由港 那么以此来刺激它们对外的贸易 对外的经济 而这个和英国脱离了这个一个贸易关系之后 它如何重新制定和英国的这样的一种经贸规则 那么同时呢 又怎样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同时呢 它们也蒙目光转向中国转向东亚 由此呢 英国认为自己只要脱掉了 脱离了欧盟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袱或者是羁绊 它就可以再次的发挥 它在200年前300年前 那种经济贸易自由 和他们的自己的很多这个法治 还金融方面的优势呢 在重振英国 那么就像这个英国的现在的新首相 约翰逊 他说自己自吹的那样 只要脱欧成功的话 他说他可以把英国不是叫做更伟大 他可以把英国建立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那么现在呢 他们就开始要重新起步了 要能不能重振大英帝国昔日的风采呢 就从自由港 从经济贸易政策的这个制定开始 好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将正式的公布 2021年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为了减少财翅 预算案将建议在对外援助 以及非军事机构等方面削减支出 预算案相信不会获得由民主党控制的 众议院的支持 根据媒体透露 特朗普政府为今年10月开始的 2021新财年建议的财政预算案 总支出为4.8万亿美元 收入约为3.7万亿美元 仍会维持可观的财持 预算案建议 把所有非国防机构的开支 统一削减5% 并大幅减少对外援助资金 支出由557亿美元 降至441亿美元 减幅为21% 特朗普在去年预算案中 也尝试大幅削减对外援助 但遭到国会激烈反对而未成功 在预算案中获得增波开支的 包括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由前一年度的1.5亿美元 增至7.5亿美元 这家公司主要是为了抗衡中国及俄罗斯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 及借贷而成立的 特朗普为了向选民重申 他将履行2016年的竞选承诺 周六特一发推文 强调新预算不会对国民的社会保障 或联邦医疗有任何影响 澄清他有意在这方面削减开支的传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是特朗普 在取得这个节节 比如说他在经济上 还有他在这个民政党与他的弹劾案当中 取得了几次胜利之后推出的 那么这个新的预算案 预料将是为他自己再次的当选 美国总统之后来做一个经济规划 因为他前几年的经济规划 虽然是他的国家财政预算案 在国会总是受到民主党的阻恶 但是应该说他的整个的这几年 对美国的经济 他的政策所带来的效果 他还是觉得比较沾沾自喜 认为是有不公睹的 特别是他的新的预算案 一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对外援助降低了20% 去年的对外援助的金额是557亿美元 那么就是今年2020年 那么下一个预算案 2021年准备到440亿 也就是说减少了116亿美元对外援助 那么这正好是符合特朗普的 让美国再强大的这样的一种 把资金收回国内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这个违证的做法 那么他在国外对世界其他方面的介入和资源 援助减少了116亿美元拿回国内 贴补他在国内的一些漏洞 还有他着重地把这些钱用在 比如说DFC就是2018年成立的 美国国际金融发展金融银行 用来对抗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 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银行 那么来取代以前美国有个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这也都是国家发展的银行 但他仅仅是给他由1.5亿美元增加到7亿美元 但是呢他已经翻了几倍 所以他希望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司呢 能够在他的对外 在这个来对抗中国方面起到作用 另外呢他将拨11亿的美元 用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工作上 也就是说这个预算案的最主要特点 就是大大的缩小对外的援助 而把这些钱呢来贴补在国内的 这个安全还有经济民生上 好 再看下一则新闻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科扎克9号表示 俄白总统在索期会议中达成共识 一体化与能源供应相挂钩 俄白在相同的市场条件基础上 优惠就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达成协议 2月8号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在索期的会谈 以积极的方式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同意将继续在政府部委 以及部门的层面进行磋商 以改善一体化的进程和机制 在会议上 双方还同意在2020年向明斯克供应 天然气将依据2019年的条款和价格进行 同时将以相同的市场商业的基础 向白俄罗斯供应石油 不禁强调 白俄罗斯方面要求对石油给予折扣 但这意味着对市场进行国家式的监管 这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不能不断地改变游戏的规则 今年俄罗斯保证在政府的层面 向白俄罗斯提供2400万吨的石油 每月200万吨 2019年 白俄罗斯以市场的价格 占80%的购买了俄罗斯的石油 到2020年 这一数字将达到83% 到2024年 明斯克将不得不以市场的价格 再来购买俄罗斯的原材料 白俄罗斯为此花费了2.5亿美元 成本将达到3.2亿美元 在短短的5年的时间内 支出将增加10.5至114亿美元 半角石就是俄罗斯的税收政策 即石油税收的制度 在进行不断地改革 俄罗斯专家表示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 这种纠纷和争吵 主要就是俄罗斯 向白俄罗斯方面提出 能够加快两国的一体化的政治进程 但是白俄罗斯方面 以此为要挟向俄罗斯提出 俄罗斯必须要降低能源的价格 凤凰卫视 卢宇光 愿令夜 报载中 莫斯科报道 在前苏联的成员国当中 现在唯一和莫斯科关系最好的 就是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这个国家比较小 但是他是卢哈申科 他当时是前苏联 那个大家庭当中的官员 那么他在叶利欣执政的时候 和叶利欣关系很好 曾经签署过协议想一体化 但是普京上了之后 他们其实是渐行渐远 那么现在两国的一体化协议 已经签订了20年了 但是还是很难深入下去 关键的一点就是 普京希望使唯一他的铁杆兄弟 号称小苏联的成员的白俄罗斯 能够进一步的 使将来的白俄联盟 或俄白联盟 真正成为一个 类似于苏联那样 他们拥有同样的部长会议主席 普京2024年不当俄罗斯总统之后 是不是要当这个俄白小苏联 这样的一个总统还很难说 但是反过来 另外一方面 这个卢卡申科他心里边 确实是虽然和普京 还是互相 可以说是一家人的称呼 但是他们已经同床异梦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说到底 就是一个国家主权和经济关系 那么特别是现在美国实际上 一直在挖白俄罗斯 导向西方 虽然白俄罗斯 它在意识形态上 它是很坚持原来苏联的观点 但是在经济上 在财政上 美国的引诱 也很难以抗拒 因为美国 它本身也是个能源大国 它自己出口的一些石油 或者天然气 它的价格和质量 可能都优于俄罗斯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这个卢卡申科和俄罗斯的总统 普京在未来两年 如何能够达到一种 大家真正能够接受的 一个一体化的协议呢 老实说 现在还难说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在各界权力抗疫的同时 各种五花八门的谣言 也是满天飞舞 给民众带来了不少困扰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每期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都会为您破解一个谣言 防疫防摇 从你我做起 最近在网络上流传一则信息指 新冠肺炎的疫感染者 可能在未与患者见面的情况下 因为吸入了悬浮在空气中 含有病毒的气溶胶威力 而被感染 9号国家卫健委 对新冠病毒主要传播途径 做了最新解释 表示气溶胶等传播途径 尚待进一步明确 目前尚没有证据显示 这一病毒能通过 所谓的气溶胶渠道传播 目前飞沫传播 以及接触传播 仍然是新型冠状病毒 最主要的传播渠道 对此 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指出 应提醒临床医务人员 在进行诸如气管插管等操作时 注意采取空气隔离等措施 如佩戴医用防护口罩与护目镜等 此外 专家还表示 如果一个疾病 已知是通过飞沫和接触等 形式传播的话 那常规的防护措施 就已经可以避免 所谓的气溶胶传染 一般民众对此完全不必过于担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个气溶胶的概念 也是一位专家提出来 但是卫健委今天正式地表示 他并没有被证实 当然也不算完全是谣言 难得很多是大家心里面 不美有点黄黄然 好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